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OmeFalls for iOS的课程 这节我们将学习App Store的账户注册与充值 首先我们在苹果手机上找到这个App Store的这个图标 然后点击 那点击之后会看到类似左侧这个页面 然后往下拖动 拖动到最下方会看到一个登录按钮 然后我们点击登录按钮 会看到左侧这个弹出的提示 使用现有的App ID还是创建新的App ID 这里我们点击创建新的App ID 点击之后会出现一个国家地区的选项 我们选择中国 然后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我们看到左侧有注册App ID的相关的服务条款和条件 我们点击同意 然后会看见创建新账户需要录入的字段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常用的电子邮件 作为这个App Store的这个登录的用户名 接下来可以输入密码 密码的这个要求的强度比较高 至少是八个字符 而且八个字符必须要包括数字 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 不能包含空格 所以说这个密码的这个复杂性 会相比较我们其他使用密码的复杂性 要高一些 建议大家把密码找一个地方写下来 或者是存到某个电子文档里面 因为这个密码可能和你以前使用的不一样 这个容易忘记 那这个Apple ID不仅作为我们购买这个App Store的一些账号 同时也作为我们多个苹果设备之间进行同步传输数据的重要的一个账户 设置完密码之后 可以设置一些安全信息 以及这个出生年月日 以及是否订阅这个iTunes的一些信息 包括Apple的一些新闻资讯 都设置完之后点击下一步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看到右侧的界面 就是你已经有一个登录的状态 这个因为以前我有个充值 如果大家新注册的话 这个信用额应该是0 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充值 为这个自己的Apple ID充值 点击之后会看到这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之前按钮的文字是叫做添加银行卡 最近改成叫添加付款方式了 因为最近增加了支付宝的一个账户的一个支付方式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的习惯 选择某种支付方式 比如支付宝银联还是银行卡 那点击某种支付方式之后 可以在下面填写这种支付方式所对应的详细信息 然后点击完成 那今后再使用这个支付方式的时候 就不用再重新录入这么多信息了 那当我们绑定好一个支付方式之后 可以继续点充值 那充值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点击充值之后 右侧会出现几个选项 包括50元100元等等 那Apple ID的充值 并不是可以指定任意金额 必须是从这个五个选项中挑选一个进行充值 所以我们可以先估算一下 自己一共计划购买这个多少钱的 这个应用 比如说我计划购买150元的 我可以充两次 先充一次50 再充一次100就够了 当我们选择完充值的金额数值之后 可以选付款方式 可以选择之前我们所绑定的这种付款方式 支付宝还是银联还是银行卡 那这几种支付方式 我相信支付宝的支付相对会方便一些 那我之前使用的是银行卡的支付 点击银行卡之后 这个会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做移动设备网站 一个叫手机 那移动设备网站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这个手机上的一个web网站 进行这个支付 那选择手机 其实是会进行一个电话的确认 那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 这个手机上网不方便 或者是这个手机没有开通一些 移动支付的一些这个朋友会更加的这个合适 使用这个方式 那当我点击手机之后 会有一个这个银行和个人信息的一个确认 然后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之后会进入到这个界面 会提示这个招商银行正在充值订单 其实呢这时候招商银行呢 大概隔十几秒之后吧 会打一个电话 到你的手机上啊 是020-965-85啊 然后呢电话会 这个电话呢会对你进行一些提示 然后呢配合相应的操作 等操作完之后呢 这个费用啊 就会冲到我们的这个Apple ID上 但这个充值啊不是实时的啊 一般是要等一小会儿啊 可能是十分钟啊 可能是这个十几分钟 所以大家一次充值之后呢 发现这个账啊 还没有这个立刻啊增加啊 是因为它有一个延迟啊 需要等一小会儿 好以上呢就是本节课程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再见